这个就和咱们今天用手机是一样的 你习惯了用智能机 突然有一天说让你用老年机 那你也肯定觉得不方便 咱们举个例子 像今天有很多的英语翻译成中文 我们完全就可以用中文当中 找到英语原址的那个物体 比方说像computer 咱们直接就可以翻译成是计算机电脑 说出来咱们也都知道 计算机大概是个什么东西 但是有些国家的文字 比方说像日文 它是表音文字 翻译的时候 直接就要把这个单词给音译过来 日语就直接翻译成了 和英文单词发音非常相似的一个词 话说回来 当时满语面临的也是这个问题 满语虽然是女真人 早就已经习惯性使用的一种语言 但是女真人在过去 她的文明水平终究还是有限的 就连满文 那都是在努尔哈赤时期 参照蒙古文创造出来的 这就意味着满语的覆盖面非常有限 清朝想要统治全国人口基数 如此广大的汉人 那汉语肯定是要学的 不然你都不知道汉人们整天在干嘛 为了保证既可以维护统治 又可以保持本民族的传统不丢失 所以清代在前期是满汉双语俩开花 所有的齐人做官之后 都要进行双语教育 满语需要学 那汉语也得会 比如说在康熙年间 如果你是皇帝的晋臣 即使是汉人 那满语的水平也得达到 可以日常交流的水平 康熙皇帝也要求齐人 必须亲自手写满语的奏折 比方说像康熙55年 广东巡抚 满洲襄皇齐人 法海上奏 说我虽然是齐人 可是我这个满语水平实在太烂了 我又不敢让别人代写 所以写出来的全是烂字 希望皇上你别砍了我 康熙对此也只能是好好安慰 说你写的烂也没啥 忍忍就过去了 只要保密工作做好就行 可是这么一搞 我们开头说的问题就出现了 汉语他毕竟经历了几千年锤打出来 你用他来办公交流 完全可以满足当时所有的需要 满语使用起来 那难度就很大了 关键是还不方便 清朝初期的朝会 往往是满汉双语大广播 可到了雍正年间 大臣们在会议上只会念汉稿 满文稿就直接跳过去不念了 这上层官员们这样 底下的齐人们就更是开摆了 像和硕捡亲王雅尔江阿 在他的请安奏折当中就提到 说京城里面的齐人 办公的时候说几句满语 下班回去之后 满嘴说的全是汉话 清代正皇旗官员萨英厄 在他的吉林外记当中也提到过 说吉林一带本来也是满洲的故里 可如今你都听不到几句满语 大家说的也全是汉话 推广满语对于清皇朝来说 本身也并不现实 毕竟光是让广东一带的官员 学习汉语的官话这件事 清朝折腾了好几年都没有折腾完成 雍正年间去接见两广官员的时候 这帮人直接把雍正给劝退了 于是雍正花了大价钱 给两广的官员搞培训 结果还是听不懂这帮人说什么 那到了乾隆年间 干脆就放弃了这个想法 连乾隆这样挑剔的人 他都解决不了口音问题 最后直接开摆不管了 那推广满语这件事就更加不可能了